美国财政部4月20日公布了针对俄罗斯的最新一轮制裁 包括一家主要的商业银行和俄罗斯虚拟货币开发公司 这也是虚拟货币公司首次登上制裁名单 此外,美国国务院还针对635名俄罗斯公民实施签证限制 其中包括三名俄罗斯官员 4月20日,在二十国集团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上 当俄罗斯代表开始发言时 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与乌克兰代表一道退出了会议现场 此前,耶伦曾公开表示 美国将不会参加有俄罗斯参与的二十国集团会议 4月20日,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凯利表示 他在上周巡查过美墨边境后发现 拜登政府对取消第42号条例的后果毫无准备 美国计划在5月底前 结束同公共卫生政策有关的第42号条例 即海关和边境执法人员将无法再以公共卫生为由驱逐非法移民出境 此前,已经有超过170万的非法移民依据该条例被驱逐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本周公布的数据显示 3月试图非法穿越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达221,303人 超过了20年来的最高水平 被拦截的非法移民中有超过28%的人 曾在过去的12个月中至少被拦截过一次 新罕布什尔州民主党参议员哈森表示 他将继续向白宫施压 要求他们公布一项全面的针对取消第42号条例后 非法移民数量激增的应对方案 据KTLA4月19日的报道 全国餐馆协会的报告显示 在过去的12个月里 美国快餐的价格上涨了7% 创41年来最高涨幅 根据巨无霸指数 这款广受欢迎的麦当劳汉堡的价格 去年上涨了7% 在过去10年里 巨无霸的价格上涨了40% 研究表明买巨无霸最贵的地方 是那些最低工资更高的城市 专家表示 在一些地区 巨无霸价格上涨的速度超过了通货膨胀 和生活成本 不仅如此 在圣路易斯的一家 Drive-Thru快餐店 可以看到这样的提醒标志 提醒顾客 夜间食物的价格 比菜单上的标价更高 增加将价格的上涨 归引于油价的飙升 更高的投入成本 尤其是食品和劳动力成本 据Fox Business 4月19日的报道 为降低成本和减少对航空运输的依赖 美国邮政总署 USPS宣布延长普通包裹的投递时间 预计三分之一的邮件将受到影响 普通包裹指的是重量不到一磅的邮件 不少公司借此向消费者寄送小型电子产品和出方药 但在调整下 大多数虚实两天的出方药递送不受影响 新服务标准预定5月1日起生效 长途包裹的递送时间将增加一至两天 其余包裹递送不受影响 少量邮包甚至可能提前一天到达 另外USPS还表示 将取消陆路优先邮件的额外一天派送时间 但航空优先邮件仍然维持 直到蜀方提高运输合作伙伴的服务可靠程度为止 乌克兰外交部4月20日表示 同意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关于从4月21日开始 实施为期4天的人道主义停火计划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第一副代表玻利杨斯基此前曾表示 他对联合国秘书长提出的停火计划有些怀疑 因为俄罗斯曾多次宣布停火 开放人道主义走廊 但这些停火要么被乌克兰无视 要么被恶意利用 玻利杨斯基表示 一些西方国家和机构呼吁在乌克兰停火 其目的是在军事行动暂停期间 重新武装乌克兰军队 这是一种伪和平的做法 玻利杨斯基强调 是否停火由俄罗斯国防部决定 地� liksom 重新武装